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日前向国会参众两院重新英派立场 但强调美国经济可以应付更加大幅度的加息 市场对于英制衰退的忧虑舒缓 令到美股这一星期出现反弹 究竟鲍威尔政策的走向应该怎么去解冻呢 而达到下半年,美股的走势又会不会像俗语所说的五穷六绝七翻身 在今晚的财经一周,我们请来专家和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日前向参众两院作公示表示 当局加息幅度适当 并且强调对降低通胀的承诺无可动摇 但相信美国经济有能力处理未来额外的加息 虽然今天公布的6月份 芝麦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50 略顺于预期 但仍然无了美股拉星 美股美市升幅扩大 银行、原材料以及科技股等均做好 导致收市升823点,报31500点 标指升116点,报3911点 纳指升月3%,报11607点 纽约旗有价格则继续回吐 每桶报107.62美元 对于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日前重申 英派政策立场的走向 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 宋豪辉认为 经济进入衰退风险虽然持续上升 但唐若报入衰退也是较轻微 而即将踏入下半年 当被问及对美国股市的看法时 宋浩辉则表示 美国下月中公布的6月份通胀数据 以及美国季度业绩期等 将有机会左右美股走势 但他仍然对后市有信心